很棒 在家也可以很輕鬆做 然後也不會有失敗的 對 一道是老酒鍋 另外一道就是 平翼 我看到這個老酒鍋有 好漂亮的大草蝦子 對 那今天我們是用那個 大的白蝦 喔 白蝦 對 大的 然後還有一些紅喜菇 還有大的文革 還有雙板豬肉 然後還有用麻油練過的 怎麼這麼豐富啊 對 因為知道 初娘念念不忘 所以今天就是要 對 真的很好吃 雖然我不喝酒啦 但是那個老酒鍋 你就是說 你不喝酒的人 它那個香氣 那酒會揮發掉 你也可以放少一點 不過真的非常好吃 那我們今天就像 在家裡面做火鍋 我們就是直接放進去 然後我們的那個 昨天我熬的那個雞高湯 就可以直接給它灌入 速度就會加快 那我們就先把那個高麗菜 切下去做底 哇 這個高麗菜 拿來煮湯喔 對 我還以為高麗菜 通常都拿來做泡菜不是嗎 還是大白菜吧 對 都有 台灣的泡菜就是用那個高麗菜 高麗菜喔 對 然後 這個拿來煮湯 也會滿甜的 是 對 其實很多朋友對品逸 應該也不會很陌生喔 因為其實品逸真的是好手藝喔 他做的泡菜也是超級超級的好吃喔 對 因為長期做料理就是 我現在也是賣菜 所以對那個菜有感情啦 對 然後就是希望可以 好好的把它發揮 不管在做熱菜還是冷菜 都可以更好的運用到 對 那我們就是再切一點下去 因為它等一下煮的時候 它會熟化 會釋放水分 然後會再往 會再縮減 那我們就是把 菇啊 先切好就放進去 然後直接這樣放進去 等一下煮熟的時候 它一樣會 會變小 然後溫個 溫個就給它下去 其實好像火鍋對不對 對 很像火鍋 我們把我們的湯先倒進去 去讓它 就這樣倒進去 好 剛剛好 那我們就先 這個就先給它開 因為那個 傳遞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是先把我們的 大隻的白蝦有沒有 化開背 所謂的老酒 你們食用高粱酒嗎 沒有沒有 是成年紹興 成年紹興 對 它的香氣會非常的香 對 那我們等一下這個 稍微用麻油稍微煎一下 要稍微煎一下 不是直接說 等一下要起鍋的時候 把蝦子丟進去 不是 對 這就跟火鍋 就有另外一個出入 就是因為它煎過的那個蝦殼 有沒有 很香對不對 對 就是那個香氣 會提升整個鍋的那個香氣 還有那個 跟那個麻油的融合 我們把它那個背剖開之後呢 這個腸泥也不要忘記 要把腸泥去掉 對 那我們就 這樣就把它去好了 對 那我們就可以入鍋煎 好 然後加入我們的一點麻油 增加它那個蝦 我用麻油煎喔 對 因為等一下這麻油 也是要入那個鍋的嘛 那我們稍微給它煎 因為一般我們在職場 那個餐廳裡面 我們都是用炸 快速把它 比較快啦 不用一支一支 就整個都倒下去 然後一起撈起來 對不對 但是在家裡面 我們炸東西說實在 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就是你炸完了 你不知道你那個油要 接下來要怎麼處理 你在餐廳炸完了油 還可以說有時候很新鮮 炸過一次的話 你還可以拿來煮菜用 對不對 沒錯沒錯 但是如果像我們在家裡面 我們就不可能 對 所以我在家裡 幾乎也不吃這種炸的東西 要想吃炸的呢 我就跑到外面餐廳去吃了 對 那我們就先切我們的松阪豬肉 等一下聞到那個 那個麻油煎到那個蝦子 那個香氣 很麻糬喔 很好的一個結合 讓真的是很香 然後等下加上那個老酒有沒有 那整個就會提升那個 昇華剛剛你聞到那個香氣 好 我們注意到呢 你一在切這個松阪的時候 是斜切有點像薄片一樣 對 因為我們松阪豬的那個 韌度會比一般豬肉在 它吃的時候會比較Q對不對 對 就是口感上是非常好的 然後油花上面也是非常均勻 所以它就是跪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就半塊就好了 那我們這個就可以直接 就放入我們的鍋子裡面 直接放進去喔 不怕都煮得很老喔 不會 因為其實說 我剛才有切的那個厚度 有到那邊 你這個蝦子還不需要翻面嗎 就差不多可以了 我以為很急的樣子 可是平易做事情 但是 沒有 因為它其實時間 還可以再上色一點 但是我們如果可以再快一點的話 當然是沒問題把它翻過來 可以提早翻 因為其實蝦的殼其實需要很高的溫度 下去 而且它也滿耐尖對不對 對 它其實 不容易焦掉對不對 對 一百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度 下去搶它的那個表面 對啊 因為我們剛才鍋子沒有到很熱 那我們就擠下去了 我們這邊其實有 先下的就比較黑一點 上色一點 但是不影響 其實我們整個那個香氣已經出來了 我們效果有就可以了 好 我們這邊就煎久一點沒關係 因為我們的湯其實還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你剛剛蝦子有沒有說 先醃一些米酒什麼 沒有 因為這個蝦 就新鮮就可以了 非常新鮮 我們現在好了 就把蝦子弄 是 就直接一個一個排下去 也是要一個一個排下去 對 因為我們的湯也快好了 然後蛤蜊也開了 我們的松阪豬也差不多 這個時間都是剛剛好 這個是我煉的那個麻油跟薑 其實我們剛剛也可以 把那個蝦的鍋子有沒有 稍微沖一下這個湯湯那個 那個香氣有沒有 整個進去那個 這個麻油跟薑要怎麼泡 可不可以教一下 這個就是要用低溫的方式下去 去 慢慢的炸酥 炸酥 對 太過火的話會苦 那個麻油會翻炮 會苦 對 然後我們就帶入一點味道 難怪這麼好吃喔 好 一點鹽巴 有麻油又有這個老薑 對 真的 那薑我們就盡量切薄片嗎 對 越薄的話 你練的時間就會越短 那影響那個受熱的時間 就會再縮短 縮短 苦掉 對 苦掉 所以我們在炸這個薑片的時候 盡量把它切再薄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加入 雞都滾了 對 我們就可以把層燒倒下去 讓它整個提升那個風味 好香喔 可以趕快先盛一碗來試鮮 那我還要主持嗎 我怕醉了 對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鍋 就是我們今天品益帶來的 這個老酒鍋 大家可以試看看 其實真的簡單 就是剛剛品益有交代說 我們這個蝦子要煎到 大概什麼樣的熟成 對 對 然後薑片要怎麼樣炸熟 就是說會比較縮短 那個受熱的時間 受熱的時間 不會影響到它翻扣 對 翻扣 做滿足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